343章 茶座 这个此处 林云鹤有保证 秦道友放心 此行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下却有七成以上的把握安全回来 秦道友只身在外行走 想必也是常力惊险 七成的把握足够堵上一堵 修仙的过程几乎是不停的赌博 进阶是赌博 寻找机缘更是赌博 这一点不管是天极还是云中都是一样 卧天歌也知道林云鹤所言不虚 七成以上的把握 能寻到无忧果那样的东西 大部分修士都愿意赌上一堵 不过他有这个必要吗 面对林云鹤的邀请 墨天歌考虑再三 本是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尽管林云鹤说得很好 可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这么答应太冒险了 对此林云鹤感到很遗憾 但好分度地向墨天歌表示 请他多考虑考虑 墨天歌印象了 他并不是一定不去 毕竟林云鹤的身份摆在这里 假如他成为九颜曾的掌门 与他相交 在云中会方便得多 就算他成不了掌门 认识一个九颜曾的掌老 对他来说也是很有好处 林云鹤告辞之后 墨天歌一离了洞府 到天水城的访饰之中 不管答不答应 他总得给林云鹤一个答复 既如此 不如先到天水城中 打听打听消息 看看他所说的是真是假 是否当真 值得去冒一冒险 天水城的法式 位于天水城的镇中央 他手上的那张地图 除了林家洞府的标志是假的 其他的都是真的 墨天歌按照地图 顺利寻到法式的位置 天水城的法式 亦是属于林家 墨天歌刚刚踏进法式 就看到了门口 铭峰招展的硕大的林子 既然天水城大部分 都是林家的产业 那么法式属于林家 也很正常 这可是临时收入的大头 但凡有家业的修仙家族 都会涉及到法式生意 而墨天歌此行的目的 却是天水城的茶座 所谓的茶座 在整个云中 都是相当普遍的 它的作用是方便修饰 结实交友 打探消息 一开始墨天歌在地图上 看到茶座标记的时候 他还不大明白 还是问了林云鹤之后 才知道茶座的作用 为此 林云鹤更确认他 并非云中修饰 墨天歌也就含糊地承认 自己是海外其他大陆的修饰 夜间看起来相当朴实的门面 只是上面高条的茶字旗 流光眼线 显得不同寻常 在云中 茶座的茶字旗 有许多的讲究 上面加持灵气的强弱 标志着这个茶座的档次 如果只是淡淡的灵气 那说明主要招待灵气修饰 如果茶字旗 是件灵气 那就表示 有助击修饰出没 如果是件法器 则可以在茶座中 寻到简单修饰 当然 茶字旗也可以是件法宝 如此则表示 茶座中有原因修饰作证 但墨天歌响也知道 这仅仅只是理论 法宝 哪怕云中修仙水准 比天际高显 但也没高到 将法宝随随便便挂到外头 眼前这天雪城茶座的茶字旗 显然是件法器 这就说明 在茶座中 可以寻到简单修饰 这也不奇怪 天雪城 靠近九岩宗 是九岩宗林家的地盘 附近来往的高阶修饰 当然不会少 但墨天歌仍然没有显示真正的修为 因为他要打听的事情 身为简单修饰 反而有所不便 这位前辈 您是单独一人吗 刚到茶座门口 立刻有低阶修饰前来 掀起垂帘 十分周到的将他引进去 进了门 墨天歌抬头四顾 只觉得豁然开朗 别有洞天 在外面 看起来不过是一间普通的店铺 而里面却有一个广场般大小的大厅 大厅里摆着数条长条桌椅 隔着花木显得错落有致 宽敞明亮 有许多修为相近的修饰 三五成群围着谈笑 墨天歌扫了一眼 发现这里最多的 就是珠奇修饰 练去修饰并不是很多 结单修饰当然最少 姑母只有十类人 而且都在乡房里 前辈 您是单独一人吗 接待他的伙计又问 墨天歌回神 向他点了点头 不错 这伙计露出笑容 继续问道 那您是寻找同伴 还是结识朋友呢 寻找同伴 墨天歌想了想 答道 向一同间修饰交流交流 哦 是这样 这伙计介绍 我们查做的修费是一年时 您若自便 就不再收取其他的费用 如果您需要引荐前辈 或者寻人之类 则另外付费 墨天歌点头 标示了解 取了一块链石交给他 这伙计立刻换过一块腰牌 递过来道 前辈 您自便 若是有事 再换我们 墨天歌应下 在大厅中 随意寻了个空位坐了 那伙计送上茶来 便离开了 坐在靠墙的空位上 墨天歌跟着茶 一个人慢慢的饮着 目光不时地扫过天中的其他人 这里的修饰 比起天极来 似乎热情得多 他亲眼看到两个 素不相识的修饰当化之后 很热情地攀谈起来 这些筑机修饰的 隔音手段难不倒他 他清清楚楚地听到 有的修饰在交流修炼之时 有些心得在天极 属于隐蔽 只有极亲近的朋友 破铜门才会互相交流 他们却毫无保留 他心中还想 不管如何 云中这个地方 修仙气氛是极好的 这位导游 正想着 耳旁传来深意 墨天歌转头一看 却是个大汉模样的 筑机中其修饰 向他搭话 不知道有 可是来寻同伴的 墨天歌轻轻摇了摇头 看到他摇头 这大汉见他虽为出众 又有些不死心 再问了一句 道友对于群宝 没有兴趣吗 我们只差一人了 墨天歌再度摇头微笑 在下 在下只是来休息片刻 顺便与同道交流的 再次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大汉虽然觉得遗憾 终是没有纠缠 告辞一声 就离开了 这修饰被拒绝之后 仍然很礼貌 没有死柴烂打 这让墨天歌 觉得很自在 接下来又有数人 前来搭话 其中俩人 也是寻找同伴的 另外数人 却是想交换物资 墨天歌 真是摇头拒绝了 这位道友 在下可以坐这里吗 耳边又传来一个身影 墨天歌转头去看 这次是个青年模样的 逐级初级修饰 有些羞涩地看着他 他想了想 坐在这里 这话的意思 是想与他攀谈吗 他等的就是这个 当机点头微笑 当然 见他态度客气 这七年大喜 墨天歌现在显示出的修为 是助级后期 助级可不是练期 助级初期与后期 相差的修为极大 一个后期修饰 抵得过几位初期修饰 这七年坐下 一旁走动的侍从 立刻送上茶来 又恭敬地退下 在下姓唐 明东城 青州人士 不知道友 怎么称呼 小兴晴 丹明威 来自外海 外海 是云中 对于肖阳 圆州这样的 大海相隔的 其他大陆的称呼 它来自天极 按理来说 也可以说是外海 谭东城听得死话 眼睛却是亮了亮 道友 居然来自外海 相比见识 十分广博了 墨天歌微笑 却没反驳 只是多去了几个地方 他抬起目光 看着这青年 他年纪很轻 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 表情羞涩 似乎不善与人来往 墨天歌 以自己的经验推断 这青年 只有住击初期 容貌 也不像服饰过 定言单之类的东西 举手投足 甚至青涩 应该还只是刚刚住击 说不定 年纪也只有三十来岁 想了想 他开口问道 谭道友如此年轻 可是刚刚住击吗 谭东城惊讶得真大言 秦道友如何得知 这话却是承认了 墨天歌微笑 今夜而已 活得久 见得就多了 哦 听了他这个答案 谭东城看起来 却有些失落的样子 他此前观察着 这位女修童道很久 他看起来年纪不大 气质温雅 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 虽然不是十分美貌 却很吸引他人的目光 他上前来攀谈 也是鼓足了勇气的 他总觉得 这位姑娘 虽然也是 助记后期的修为 应该也很年轻才对 说不定只有七八十岁 如此 也不是大他很多 可刚才墨天歌这话 却是暗指 自己年纪颇大 让他猜想落空 甚是失望 不过再失望 能与一位 助记后期的通道交流 对他来说 也是一件 可遇不可求的事 所以 他很快提起精神 向墨天歌笑道 秦道友 眼光争转 我确实是 刚刚住击不久 出来有力的 墨天歌 含笑点了点头 目光在这 谭东城身上 停留了一会儿 又问 谭道友 气度不凡 可是大家弟子 这个问题 让谭东城脸上 引现骄傲 他点头道 不错 在下正是 青州谭家子弟 青州谭家 墨天歌不是云中文士 对此 一无所知 不过 看谭东城的表情 想来应该是有名的大家族 他便顺势夸道 原来如此 谭道友是大家子弟 又年轻有为 看来 十七年才俊了 不敢不敢 听他夸奖 谭东城脸上 又出现了羞涩的笑意 我在焦族中 算不得什么呢 三十多岁才助击 我大哥他们 可是二十出头就助击了 我可差远了 啊 是吗 墨天歌调调眉 又笑道 三十多岁助击 也算难得了 大门派的精英弟子 大概也只有如此吧 谭东城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撇过不胆 不说我了 青道友 你是外海人士 怎么会来我们云中的 我还没见过外海人士呢 我是来游历的 墨天歌调 刚从北极岛而来 刚到天雪城不久 听说天雪城有茶座 便来看看 与云中的同道交流交流 说不定对自己的修为有帮助 看着这青年 他微笑 谭道友 既然是大家子弟 下来眼界也是不凡 不知可愿与我交流一番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